成功是一条漫长的路 你本来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差 是因为你没做完 是因为没人知道 是时机尚未成熟 没做完就是你的工程未完善 没人知指的是你的工程还没有感染力 时机尚未成熟 既成功还在将来等着你 你一直在学习上付出巨大的努力 刚毕业 有多少人一开始就能走上别人为自己铺好的路呢 所以请再坚持下去吧 有的人16岁就取得了成功 然而有的人直到35岁才能为成功添砖加瓦 我们各不相同 所以做事的方法和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别人的方法好像很有效 但不一定适合你 成功是一条漫长的路 而不仅仅只是一个目的地 你现在未能做大事并不是问题 你还没站起来努力才是问题 要亲自去做 不断尝试 总结 积累 此刻 当我正在写这本书时 我也想着赶紧坐下来认真地写吧 否则我永远玩不成这本付出很多心血的书的 只有敢想敢做 敢将信心放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才能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 哦 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kraft